远离低估你的人 靠近高估你的人 把他当成你每天的原则去反复实践 相不相信你不是很努力都会变好 我跟你讲的是非常低层的一个道理 有人问为什么低估你的人 永远和你在一起 向你传递的是负能量 而且你在低估你的人身边 你永远获得不了超越自己能力之外的工作 而你如果想获得能力上的成长 你最应该做的不是学习 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是 去做你能力之外的事情 你才能够有能力上的增长 所以你在低估你的人身边 你不会有成长 而你在高估你的人身边 你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你能力之外的事 你的能力会自然而然的成长 所以我说这是你每天都应该去重复的原则 我就问你这一句话 有可能会改变你的命运 你相信吗 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当你想明白了离开低估你的人 靠近高估你的人的时候 你会知道谁在利用你 你还会知道谁真正在为你好 你会知道谁对你有期待 你也会知道谁对你有企图 一定要和高估你的人在一起 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是低估你的人 离开他 而且我特别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不只要离开低估你的人 你不只要靠近高估你的人 我再告诉你的事 要高估别人